由景博然和白百合主演的电影《捉妖记》举行了发布会 本来是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电影 但是主演们可能是演得太嗨了 久久不能出戏 把魔幻风格带到了发布会上 没有特技 那叫一个尴尬呀 魔幻电影的发布会 咱也得故弄玄虚一下不是 比如景博然即兴想到的《妖语秀》 好像真的觉得自己有魔力似的 古巴古巴 阿古巴 即便底下坐着一溜粉丝 但碰到如此冷场的表演 还真的是瞎不出来呀 更夸张的是景博在电影当中的 一个生孩子的桥段 被他们说得煞有其事 好像陈珍你有生娃功能子的 完成了一个我觉得是全世界 有共同的一个梦想 就是男人生孩子 当然了 以上这些都是 甜吧媒体的前菜 记者们真正关心的可不是 男人生娃儿的事情 而是小景同学 你和爽妹子到底有戏没有啊 因为就在发布会前日 郑爽就被拍到背着和绯闻男友 胡彦斌同款的包包现身了 更有八卦博主爆料 迫于爽妹子的粉丝压力 景博然删掉了郑爽相关的微博内容 郑景夫妇只是活在电视剧里 现实中没这回事 你们醒醒吧 景博然不可能与郑爽在一起的 何况郑爽都名花有主了 郑爽名花有主 难道真的适合胡彦斌吗 一头雾水的记者逮到景博然 想要打探一番 可主创们在台上 故弄玄虚了好一阵子 结果连个群访都没给咱们留下 就匆匆离开了 这最近都流行跑跑吗 零了只有景博然微博的 一句简单回应 上微博是我的老毛病了 小爷您别想太多了 约了星天地北京采访吧